之前阿布在训练赛和7k打7k的一个大招 确实 好看一下双方的第三局的bp蓝色放阿布红色放7k 好那对 换边了换了 但是轻推这个点还是不放 我甚至觉得他们广 应该是个侠中少女是做搭的 对 放你一个另一个肯定不给你 倒是 资质当中你有用过吗 侠子加上这个广乎 我进去突突突 玩别的变态了 玩广乎走中 我一级吃打野七零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玩过吗 不玩的我直接不玩 哈哈哈哈 确实不能玩的 是 有 我新大王 哎 这MTB 这个洛新鲁确实在上赛 给我们影响很久 那这洛新鲁 我今年过年 就是很多地方能放炮吧 我们那地方就能 然后我们那有个擦炮 就是有个蜘蛛的黑寡 然后我看着那个擦炮牌子 我就想像是毛蛋蛋的脸贴在那上面 哈哈哈哈 天哪 好看一下 KK的搬成线没什么变化 他们是比较针对辅助这个点的 没错 好 看一下 人是云外镜这局也是被LF自己翻掉了 我感觉LF这局可能要用不一样的东西 如果不吃意外的话 一手还是会优先抢蟹姬的 这是一个LF非常典型的LF是BP 对 蟹姬对于他们来说很稳 对 这只能又肉又有控制 然后不吃经济 看一下 KK的第三手把焦图搬掉 LF是否会如我们所猜测的优先选择到蟹姬这个点呢 这什么再度回归啊 哦 瑕疵先抢 是的 搞点不一样的吧 那这样可能就是猜你TK还是想要打上野 对 甚至这个匣子你们可能会拿 我就直接一选代班拆一拆了 是 甚至管弧都不用搬了 你随便吧 随便吧 我们看一下TK的第一手第二手怎么考虑 夜叉现在外面 确实 今天TK给我们OPL创了一个新记录 记录 夜刀神引亮 胜律灵场 胜律灵 胜律灵 开门首秀 确实 没事 我们要考虑到还有一个东西没出场 够长 应该有点难出吧 我觉得好像有点 因为 你的东西你放在BP为无人问津的 没人搬 没人选 你说一个辅助 你要出出出 好嘞 这边可以看到是直接拿到了米豆子 加上大月丸 血机 血机拿下来应该是什么大问题 那这样夜叉会不会在 艾尔夫的考虑当中呢 应该不太会了吧 因为这一局你无论是大月王还是米豆子 其实对于夜叉的进场是有毁灭性打击的 都很客奈 是 不太好近 赶来就赶索 是 要不先把下路拿了 还在想 要不加匣子要不考虑先拿一下 你要拿线圈的话 这两个组合还是不错的呀 怎么说 考虑良久 这不太像是艾尔夫的BP时间啊 是的 不是应该第一个选完之后 二三手都已经知道了吗 是 安娜 安娜加上泄机 那这样是打算把打野位放到通球位里 然后让TK的四五手班位围绕着你扣着的射程池去猜 确实 倒是这样的话也有角度 你如果说按阿扣的射程池 那你射手位放出来好难兴趣那也比较多 夜叨神 依旧夜叨神 但是夜叨神应该还是放到打野位置里 说实话 对 这个点如果在上路 其实打蟹机是好打 但是他很怕被抓 如果一旦换线的话夜叨神就击 对 那如果夜叨神再去打野的话 大跃晚可能要走一个上路了 其实感觉大跃晚这是什么 目前打野的一个效率比上路来得要更好一些 最关键是他能埋头发育 对 你打野是跟这个系统兑线 跟电脑兑线 你打上路就是你跟对面三四个人兑线 确实 好这边直接扳掉的是夜叉 夜叉 还是打野位的一个针对 F的考虑是把鬼死白扳掉 逼着你去拿千斤吗难道 最后一手 JK的考虑 好打野位还要不要扳呢 现在我们要注意的是射手 JK是没扳的 没扳 我扳小秀 好中路这边要不要考虑按烟呢 但现在其实再扳中路的话 JK的选项还挺多的 甚至不行人家不要射手 人家换位置 JK这局很大概率中路会拿一些功能性的侍身 而且真不好说会补一个什么花鸟圈这些东西 好把千斤扳掉 扳之后JK的第四手是仙涛射手还是仙涛中路 我感觉很有可能是妖狐 妖狐其实如果不想给LF倒是可以先拿 但是如果考虑JK这局还玩花的 他们可能还想藏 我觉得这三手已经够花了吧 前三手已经 对吧 辅助 米豆子应该是没跑的 不愈早前 不愈早前 但这个愈早前你走下还是走中不一定 嗯 你要考虑这是TK 对 LF的苏无少 所以如果你拿个米豆子出来到处窜的话 其实预早前担任走下也行 对 好开下马上要敲了 知道 射手打野位 LF的前三手依旧是没有什么进攻性的 输出很低 所以后两手应该会 补一下 射手位应该还是预赚 我腰弧的概率会大一些吧 对如果想要献权的话 不有有颜魔啊 这是个大C啊 这个有些 超纲了 哈哈 叶蓝确实这世神胜率非常高 很高很高 而且这也是算LF的一个招牌研磨体系 但很久没见过 纠集四宝一眼 对 那打野这个点怎么选呢 一反 一反目明 我印象比较深的是 应该没记错是秋季赛的总决赛 扣的一反目明纯输出 对 当时是 保卧沙 而且他那个抽装还不太一样 不纯输出的嘛 啊啊 这跟赛场上那些伴奏的 就一样 对 其实如果如果考虑到在前中期的 管输出的点 嗯 管输 这是得见庐山真面目了 管输这局上一局是被扒了 嗯这局有了 这一局的 应该没有什么摇摆的空间了 肯定是一斗子去打一个辅助了 但没有侠中少女的话拿个管辅出来 哎 这局一叶刀神走上路吗是给到狠子哥 嗯 有说吧 有 大跃完之时你确实放打野会感觉效果会比上路更好点 其实这俩事实都是他刷野快吗 都是打野可能会好点 但你总要有个抉择 嗯 嗯这感觉 这是这是鱼梁啊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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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鱼梁啊说了半天这是鱼梁啊 说了半天是鱼梁啊哈哈哈哈哈哈啊 我说哎这叶刀神 哎呀什么时候旁边就有 这就有四神了点叠了呢 啊有装换物了呢 这个啊咱俩给他分析了半天疼不疼 调远疼不疼还好啊 因为咱俩一起 可是鱼这个是不是不是不是 这一波我啪你不行啊对不起 脸疼确实脸疼 其实其实还好 因为就是毕竟是有人跟着我一起揪人 啊确实啊 太过信任我也没啊 不是对不起对不起 因为在第二局的时候 嗯 你两个一刀神同时出现了 哈哈哈哈 我俩就当时带路是哎 这两个人这么长的一样 就大型有些区别 有有有 其实我给说 如果不是最后这个 3D的3D的投影啊啊啊啊 我跟你说我可能还没有认出来啊 是吗 哈哈哈 对其实我区分反正就是中间那个红点一串 因为因为我平时资质赛的选人就是是看的是一个就是 头像 头像对啊 然后中间会有一个那个人啊 然后 清波给我看摸了 好了好了 我说哎这个正隐良为什么 对不起 隐良 好 来到了双方的第三局比赛 蓝色帆 艾尔夫 红色帆 今天目前来到了艾尔夫的赛点局 我是文长姐说 乔也 大家好 我是阿如 那也是提醒大家 我们这一局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 也是要提醒大家 感谢我们的 呃 金小店同学小程序 京东电器旗下专属大学生的3C潮流阵地 认证学生会员机客程序 iPhone14各有大厂学习 等你来这 感谢我们的赛事行业合作伴 金小店同学对本次OPL级连赛 春季赛的大力支持 感谢 好的 那看一下双方在这一局的较量 首先就是隐良这个点掏出来 和卸击对线 长手打短手 如果控制的话 其实问题并不是很大 对 但是隐良抗压能力 我们现在 就是还是要画问号 这次承诺能力也一般 而且他如果说一旦被抓的话 其实LF 你像卸击搭配上 阿扣的这个一反 还是有机会的 而且这局进来不太好 伪心人啊 导导姐走进来 莫视野 点的是二级的 能进能退 现在赛事赛上路的这个 长手试试能选的 还是比较花哨的 说实话 嗯 很多 甚至见过什么 大思命走上 新机走上 很多的 很多 花脑圈走上 以前就有的 是 比如说在进几个版本 开始慢慢变多了嘛 注意 但你这不是最经典的 我见过最经典的是 远程夜叉左上路 哈哈 撕水枪是吧 源自于我好兄弟 下一天的灵感 主一 哎 就是打了 就到打完 队友那时候夜叉刚改版 然后大家就问他 你这东西是不是远程兵 远程的 可能那会大家也都在探究 这次程到底怎么玩 他这边刷也速度很快 然后野区进 被刀刀看见了 但是问题不大 因为TK这局也是下开的 把齐里摸掉之后 扣的是想要从其他 会找机位 他现在应该是察觉到自己野区 可能会变反 是的 还不难吗 帮中推一波线 哎 想了一下 时间不一定够 所以球稳 先走 太稳了 帮蛋 他应该要看 想等 但是阿扣没有从他的视野下往过过 你真别说 就是 这个伊反和大悠丸子两个人 真打起来 在前期经济持平情况下 还真是拼细节 对 所以没有说谁可能就是 百分百稳赢那种说法 而且我个人觉得就是 伊反之四神吧 他真的很吃你熟练度 操作很好 他的上限很高 那如果一般的话 那就是我们身边逃人了 哈哈哈 大家现在 刀刀的站位一直属于 把自己放在一个视野位 对 而且还走出来 但是吃链子 还是挂的青石 妹妹回来之后要换一套 这一波要缠了 还不交是 他顺步 第一时间没交出来 就有点没机会了 没机会了 因为LF的控制链给的是非常的好的 对 没有重叠时间 只要刀刀其实一直想去找机会的 对 但是没找到 也去直接开局 LF就在主动防守 是的 随波看一下 随波 二技能 还来 刀刀怎么凡手推 推完自己捐掉了 达战兄 他比较相信队友的输出 但是我如果没记错的话 雪那一波好像是技能空中七 对 他是二技能起手 重到对方一个人 他顺步过了自己拿麒麟坑的 对 他那个时候技能CG应该还有四五秒左右 对 其实那个位置再跟的话就会有点脱节了 对 然后MDD其实也不敢往上拉撕出 他拉撕出要进人多几人 对 你续的两次阵亡 横打线折磨 是真的折磨 你长手打短手是这样的 而且最关键是蟹姬他升级回血一直被打断 嗯 我去锅 回家的话看一下带着谁改了 MDD在单摸这个圆火 蟹姬走上来 一线往前推 圆火这波摸得很顺 是的 直接拿下来之后看起来MDD 能够少了机会去拔一下塔皮 这局又是圣骑楼 双方在行动区做的能力都还OK的 放逐 拉到了扣得 这边给减速反手二段一 挂了半血 这一波大跃完的大招是没有了的 圣骑楼刷新了 管狐现在刚刚升六级 RF先弄手 这波先摸达摩 感觉想开的意思啊 就是 RF应该要往后稍微拉一下了 他们拿到了达摩之后 现在打野手里没有降服 嗯 五个人过来先摸一下伤害 现在双方的一个视野 我们看一下阿扣在中路 MDD也过去了 他15秒就有降服了 是 要等要等 这波圣骑楼团应该是必打的 看一下双方怎么去处理 两个人头的领先 RF现在是领先了1400块 啊 阿扣不要了 阿扣在上路 对 他先去上路把兵线清掉 他出了完之后 因为他先到嘛 所以大约接下来要跟 哎呦 有目应该没问题 可以扫 有目被打残 上路双方 打了个照面 这一波阿扣在赶回到 圣骑楼的位置 应该也不好摸 因为 血机回去 哎 我们看一下管壶 哎呀 这个位置 直接被喷成半血 有所谓也没所谓 对 这一波是直接一级关系 研磨手里主要还有个人头呢 他3.1k的精力 是的 可能这俩 就是传说中的喷子吧 看谁能喷的更多 这俩确实 但是一个 一个喷的飞风 比较短嘛 好 可在这边还留了个雷麒麟 这个雷麒麟给了夜兰之后 收益还是比较大的 MDD目前是在上路的 我摸到头了 圣骑楼迟迟没有选择 动手 圆磨这一只 出位置 R3鞋 直接开了 昨天 摸一下背鞋 看一下这波多多进场 大技能先给到 多天给 这波多天能中 2年多 有吗 圣骑楼 L4拿到之后 哎 扣到往前压 打开够不够 三技能练下 反手摸背鞋 送不干 打到这个位置 可能要捐掉了 人头给到了扣的 来人了 但是这一波感觉 TK 好就来了吧 换接了呀 感觉 想包吗 这不少人的呀 我影量这个位置 哎 研磨这个二技能 被影量踩住 哎 广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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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DD 专业不得很好 广乎 这一波都打残了 躺的突然不是很大 手里没有收钻 就能了呀 对 你两个都不捐掉了 血鸡还在 血鸡满血呀 是的 还追吗 不好追了吧 现在神木一个人断铐 对 其实FX那个位置 他进场 全部打在后排身上了 但是其实跟队友 脱节还比较严重 对 他没办法收割 就他这一波 没人进去 除非队友先帮他打翻海 对 挺惨的 就是暴露在管湖 视野之下的 基本上就是大半管血 是 现在压成了小半管 一点点的血 FX有点危险 还好后面有个刀刀 打了一个保护 这一波打下来 也是让KK的经济 跟对方拉开了 左卫躲链子 哦 有还挺细的这一波 先给了个假动作 刀刀这一局 确实是比较惨 没办法 毕竟是个迷豆子 是的 注意 是得靠 就是 脸探场 视野大招 视野大招视线 有顺步过来 给推 直接撞到墙上 反正来 被动有 被动有 好像没什么太大用 哎 能保住 能保住 能 刀刀这一波 舍命用肉体 去扛夜兰的这个子弹 是的 差点把神木都留下了 这真是我为队友 挡过枪 我为队友流过血 还好巨波管湖 是被动的 是 不然也得交代 你们感觉这波有被动可能都危险 但是刀刀这一波往前一站 哎 安全感觉来了 转那个塔当时没退掉 没办法 揍的这不是肉刀 放逐给到 但是没法接收出啊 枕头比先是4比0 艾尔夫 新机领先 2000多 对 2000多 差不多 但是这一波你可没有被动了呀 这一波没被动了 坏 这没有空间了 没有空间 而且这波夜兰是 提前把炮的位置架好了 SX可能逃生的位置 对 所以SX也比较惨 其实都绕到夜兰身后去了 没法跑了 好现在龙头的领先 lf 这边还是很多的 而且这一局算是三局里面 在前中期的经济 lf 领先最多的一级 是 好 狠子哥在侧翼这个位置 看到了夜兰 三个人 三个人中间狠子哥 但是要链子 再拨到 然后 朵天 你说刀刀又砍过来帮挡了一下枪 是 神木这个三技能 再突然达到最危险了 这波雪有点危险 迟到了安娜的二技能 捡到这波炎魔在地上 不是安娜 率先留下一人之后 看下这波尽量的位置 狠子哥 再吃一炮可就没了呀 狠子哥 还一点点 哎 还架炮 还架炮 狠子哥 狠子哥 这波想反杀 狠子哥有机会吗 没有安娜 先不赶过来出场 是的 安娜要是不来 我感觉尽量 有机会的 有机会的 是的 炎魔这是神 该说不是他输出现在高手 中的稍微 一架炮 他不是自己想往哪儿移 他就往哪儿移的 他比 就是有 有个两种更新之后 其实 炎魔好很多了 嗯 好看下 到这个位置 应该是直接圈的 这个整个节奏 现在有点难受啊 对 tk 来说 炎魔现在可以改叹到 但是还是 不是 就那个 那个一丝血的话 其实普攻 会更舒服一些 感觉 对 有没有办法说 我看到你 我就立刻能改得掉 对对 发起进攻 敌方防御塔已被摧毁 很尴尬 主要是安娜这个套娃吧 刚刚其实套到 对 套到两个人了 直接吸开一块贴贴了 剩下了 这波龟鼠给到了F 剩下 侧翼 哎呦 广播 先进场 在正面 神墨再次顶一个 干之后 对方的门角 一凉 这边伤开几道了 神墨 神墨 我说能不能跑什么被留下 知道 还有多天能吃吗 没吃到 知道还行 安娜在这个位置 养护下都有撤退 车波零换一啊 但是剩七楼给到F 两条了已经 人家就不亏了 没错 而且现在LF是有终于塔的估势的 爆推了吧 所以安娜过来 大蛇目前已经是刷过了 但整体的一个经济 现在LF领先比较多 如果说想接的话 可能TK还需要依靠 遇早前这个点 多多几下才行 是 但其实有点难度 因为LF现在打得很勇 就是 你像一般有遇早前的局 很多的时候是遇早前先 拨一拨 炸一炸嘛 但是LF不给你机会 就是我见到你某一个点出来 我就立马所有人涌上去 是 你看又来了 我点到你一个 哎呀刀刀忍不住 哎被推回来 升步 还好有传 走吧 这一波 升步 升步 反手挂一 直接留下刀刀 大闸蟹啊 大型起了呀 也量在这一 这波 限制下对方的守卫 多天了 做到了 还有吗 还在多吗 有点可惜 差一点点这个 主要现在这个研磨也不好处理 毛袋这边啊 刚刚就被扣的单吃掉了 没机会哎 翻墙走了 安娜这波赶过来 躺完 手挡一下 完了 要被留 这个小鬼直接点掉了一两 是的 逐个击破了呀 大蛇线也在 感觉 要注意的是 F这个晋雄 大蛇很快的 大蛇应该 可以拿了吧 LF又有炎魔哎 对 等一下扣的来就OK 现在看一下 摸摸头手里是有降服的 这波夜兰先去吃线 TK暂时没降服 MDD还没复活 高刀手里 没有 这里 高刀先进来给视野 广乎大二技能 这波没有杀到很多的伤害 哎 这个位置有点危险啊 要被炮直接炮死了 说不过来 变弹 再见 再见了 这伤害拉满了 而且大蛇仇合没掉 猫头一直在顶着 正面 反过来之后 这个大蛇直接留下 等我这边被两人夹击 来个瞬步 哎 躲 要走到人堆里了 还能抗 现机 现机这位置 顶抗球两个队友赶过来了 这边瞬间可以留下 挺个两人 是的 等一下一个矛弹 但这一波面对LF重人的夹击 没有办法 只能先往后退 是的 那将冰败如山的LF可以吹 虎拉朽的直接推到上路高地了 上高地完全有机会 是的 敬良和大蛇没有办法去守这个上高 甚至有机会 有机会 感觉有机会 要是吗 看一下SX这个位置 有两炮 还差一炮 管虎有大的有大的 毛弹毛弹 哎呀 完了呀 对火回来 管虎 管虎 刚复活 直接被野木点掉 野木线上 可太炸了 没了呀 人性爆弹 痛不如斯 三大神机拿完之后 结果接下重的兵线 重的兵线在了塔 上线马上就来了 感觉感觉叶蓝现在杀过瘾了 不想不想退 是 这这完全有机会一波了 你尝试 看一下神木这边 12只能白手推 直接留下银梁 现在几个 出一个倒一个出一个倒一个 艾尔夫的伤害太满了 是 哇 艾尔夫的 研磨机器真的是 不复盛名 确实 研磨现在一万的经济 14分钟的时间 是的 明不虚传 这个体系抛出来真的 前两局打的这么胶着 这一局是一个大优品推 对 而且他现在就是顶到前面 我打输出就好了 你对面没有人能解决 这一炮再观察一个 看一下 凡手定运回来 这一波斗子能走掉吗 好 斗子在走 两路 三路 扣得去追了 扣得追到 这留下大刀 叶兰现在半血 凡手三技能加速给个 找毛弹呢 找到了毛弹 这时候 艾尔夫给推之后 人魔这边加炮的伤害 只要 灌到你身上 插鞭就是飞死即惨 是的 三路兵线啊 这个兵线 涌到大银脸上 这一波血 吃了两泡子 一丝丝血了 完了这边有点难点 顶在两个人中间 能不能进去 哎 倒在了 请命进门口 难受啊 是的 兵线直取大银 哦 中文字幕提供